那圣凡用什么做标准呢 标准就在阿赖耶跟自信 自信是真心 用真心的圣人 用阿赖耶的凡夫 那四圣法界里面 我们都成圣人了 尤其是菩萨跟佛了 那真的是跟大成教里面讲的佛菩萨 似乎没有两样啊 天台大四 六级佛里面说他们这个阶层的人 叫相似级佛 相似可见的不是真的 他能够依教修行 把佛在经典上所讲的道理 变成自己的思想阶级 佛在经典里面所讲的教训 他统统都能够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 所以我们简直看不出来 他还是犯法 他跟佛一样嘛 没有什么差别嘛 就是用心不一样 那么佛教导我们 我们真的 像华严经上所说的 对世出世间一切法 我们不执着了 把执着放下了 执着是见思烦恼 见思烦恼断了 就正阿鲁汉库 所以要知道六道怎么来的 真的是自作自受啊 六道是执着变形出来 就是见思烦恼 这个东西没有了 六道就不见了 六道不见了 就等于说是 六道是一场梦啊 你醒悟过来 就等于说是